我们就要去共灯 那我们自己本身有一些苦难 灾难 我们也希望去点灯 那就希望说点这个灯 也能够让我们有光明 那去除这一些的这种苦难 这种这个险恶 所以它还是有这个代表性 所以我们也不是说 佛它需要这一些的这种供养品 可是这个是代表我们的一个恭敬的心 所以供养基本上它是跟布施是同一个性质 那布施是比较属于是 是别人有需要 那我们分享人家 那我们有这样子分享的这种行为叫布施 那供养它又是又有这种恭敬心 那由我们下来对上的这样子的一种恭敬 那用这样子来做代表 所以供养呢 并不是说我们供养的对象它就有需要 它也有需要 可是呢 我们是基于一个恭敬的这样的一个心 所以称作这个供养 所以它跟布施呢 就有它的这个程度上面的这种提升 那我们在谈到这个供养的时候呢 实际上我们也就是从这个前面的经文 整个后面的经文呢 基本上呢 就是比较有一个明显的差别呢 是一个物质性的供养区 一个是法 是从修行的角度来看待的 那实际上这两个部分呢 也都是要讲究的都是我们的心 那那即使用这个物质性的供养呢 也是要有心 那修行呢 更是要谈的就是我们心的一种历练 心的这种提升 都是在讲心 那只是说前面我们以为说 它只是一个好像物质性的 可是它也是要讲心 所以我们就想到这个 我们常常听到的一个故事 就是说这个灯的供养 那在佛陀的时候呢 就是常常呢 有很多的国王呢 就要供灯 那有很多的 这个想要供养的 都是用灯来供养 那当时呢 就有一个老太婆 那她没有钱 所以呢 她又想供灯 那她呢 就只好呢 把她的头发 就剪了去骂 然后骂了呢 她就买到 一碗小小的这个灯 那她用她那种最虔诚的心呢 去供养佛 结果当时呢 就是起风了 那这国王所供的灯呢 就是很大 结果呢 这个风一吹呢 这个灯都熄了 结果呢 这个老太婆的 这个小小的灯呢 却没有熄 那这个表示呢 这个心 它是力量最大的 所以 这个老太婆的灯 虽然很小 可是 她的这个所有的物质 她用她宝贵的这个头发 换来的一碗灯 就是 等于是代表 她最虔诚的心 就反而呢 没有习 所以这个部分呢 也就是 让我们呢 了解到 那么在 这个物质的 这种供养里面呢 实际上呢 她还是很重视 这个心的供养 有这个心 她才能够 做到真正的这个供养 那我们下面呢 就再继续 看这个经文 就是 普贤菩萨呢 她就 告诉 善才童子 跟在座的菩萨 就是这个 广修供养里面 就是 她就继续呢 就是 在 开示 说善男子 如前供养 无量功德 比法供养 一念功德 百分不及一 千分不及一 百千 去止 那 犹他分 加罗分 算分 数分 欲分 幽波尼 沙陀分 亦不及一 何以故 以诸如来尊重法故 以如说修行 出生 诸法故 若 诸菩萨 行法供养 则得 成就 供养如来 如是修行 是真供养故 此广大 最胜供养 虚空戒境 众生戒境 众生业境 众生烦恼境 我共乃境 而虚空戒 乃至烦恼 不可禁固 我此供养 亦无有境 念念相续 无有间断 生与异业 无有疲业 那这个部分呢 也就是 法供养的 最后的部分 那 普贤菩萨呢 他 基本上 他还是在 就两种的供养里面 在做 这样子的一个 对照 就是说 如前供养 无量功德 那如前的供养 就是表示说 前面所说的 用供养具来供养 就是用灯 箱 那么这一些的 种种的供养具 就是能够用 这个世间的最微妙的 这一些的物质来供养 那这些的无量的功德呢 他比法供养 一念功德百分不及一 那也就是说 法的供养呢 它的功德呢 就是出胜的 那 他无量的这个功德 就是由供养具的功德呢 他还比不上 法供养的一念功德 那只要法供养的一念功德呢 他是等于是无量的 这种供养具的功德的一百倍 这边的比较是这样 百分不及一 就是还不到一百分之一 那就表示说 只要起一念 要如法修行 这样子的法供养 那这个是最殊胜的 所以这表示说 那在供养佛的 这样子的一个 真正的供养 基本上还是要能够希望 依照佛所教导的来修行 也就是能够体会到佛 他出示要教导众生的本怀 那也就是要教导众生 能够了解法 然后呢 去能够如法修行 所以说他在下面呢 就是在把这个百分之一啊 又再强调说 其实呢 不只是百分之一啦 就是这个用 这个供养具来供养的 这个功德呢 他比法供养的功德啊 其实呢 百分之一不到 那乃至呢 千分不及一 就是千分之一也不到 或者是百千具指纳由他分 也不到 那这个呢 这个算数呢 就是又更小了 就是能够这样子的相比啊 就是把它 就是法供养呢 就是越大 然后呢 这个供养具的供养呢 就是越小 那所以说 先用百 再用千 然后用百千 的具指纳 那这些呢 都是印度的 这个算数的单位 那这个 如果是百千分之一呢 就是具指纳由他分 那再小的就是加罗分 再来就是算分 再来就是数分 再来玉分 再来优伯尼 萨陀分 就是更小 那这些呢 他就是说 主要的还是在比较 法供养跟用供养具 所以这个部分呢 就是要重视的 还是在于心 那这个地方呢 经文也是解释说 为什么会是 这样子的悬殊呢 是法供养跟 这个用供养具来供养 为什么是法供养呢 是这么殊胜呢 所以下面的经文说 何以故呢 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 那经文说 因为呢 以诸如来尊重法供 也就是说 所有的如来 也就是所有的佛 是尊重法 就是因为 佛 他证悟 也是证悟到诸法的实相 所以证悟 这个法呢 然后佛就所说的 怎么样子能够看到 诸法的实相的方法 就称作佛法 所以这个佛法呢 就是觉悟的法 所以我们说 这边的法供养 或者是说 如说修行供养 也就等于是 如佛所说的 教法来修行的供养 那法供养 也应该是 以依照佛所说的 教法来供养 所以尊重法 就等于是说 以佛 他所证悟到的 诸法的实相 看到了这个 诸法的实相 所以佛在尊重法 那一般呢 就是佛呢 也说过呢 就是说 如果众生呢 他能够看到诸法 能够看到因缘法 实际上呢 也就看到佛 那这个表示说 佛 他就是绝的意思 那如果我们了解 这个诸法 他也等于是看到佛 基本上 也就是说 那众生 能够看到法 他也觉悟了 这样的意思 所以他也称作佛 所以这个佛呢 他的本意就是 觉的意思 觉悟的意思 所以 尊重法 这等于是 要能够对诸法 如实的审查 对诸法能够 如实的了解 能够觉悟 诸法的实质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就是以 如来都是尊重法 所以呢 以如说修行 出身 诸佛固 那这个地方呢 也就是说 能够依照佛所说的 这一些法呢 来修行 所以如说修行 才能够出身诸佛 就是 佛 他所教导的法 就是我们要能够 学佛修正的依据 所以 能够以如说修行 出身诸法 所以呢 佛是尊重佛 这个法的 所以能够 如说修行 就是尊重法 那尊重法呢 就是 跟佛 一样的 尊重法的态度一样 所以说 若诸菩萨 行法供养 则得成就 供养如来 所以 能够 行法供养 那基本上呢 也就是用 修行 用这个如法 修行 来作为供养 那这个时候 叫做法供养 所以法供养 就是最殊胜 那法供养 就是如说修行 供养 那能够用 那能够用 这样子的 法供养 如说修行 供养 也就是 能够 成就 供养如来 所以 当我们在修行 法的时候 在尊重法 来 依照佛所 教导的 这个 教法 如说修行 那这个时候 就是在 供养如来 所以 这个部分呢 也就等于是 佛的核心 也就是 佛是 觉悟到 诸法 所以呢 我们现在按照佛所 教导的 这个 法教 来 如说修行 也就是在 供养如来 所以 这边说 如是修行 是真供养 所以跟 我们 就是提到的 法华经的 药王菩萨 本事品 药王菩萨 所说的 是真精进 是真法 供养 就是一样的 就是 能够 真正的 如法修行 那这个呢 就是 真精进 那真精进呢 就是 真法供养 所以 这个部分呢 就是在 广修供养里面 特别 就是提到的 就是能够 以 这种 法供养 那 还有 这一些的 这种 供养剧的 供养 那 最重要的 还是要 如梭修行 那 用这个 法供养 才是最殊胜的 那因为 能够用 这种 各种的 这种 供养剧 供养佛呢 是我们有一个 尊敬的心 那能够真正 如梭修行呢 才是真正的 用法供养 是真精进 是真供养 所以 在 普贤菩萨的 十大愿 里面呢 第一个 就是 礼敬諸佛 第二个 称赞如来 第三个呢 就是 广修 供养 就是有 这种 实质的 要能够 真正的 这种 如梭修行 成佛的 这样子的 这种实践力 作为第三个 这样子的 一个大愿 所以 下面的经文呢 又来 让我们知道 普贤菩萨的 这个愿力呢 他每一个愿 也都是 没有间断的 就是 无死尽的 无穷尽的 所以 下面呢 就是 经文 就 一样的 跟前面的 两个大愿 就是一样的 就是 能够让我们知道 这个愿力的 长久性 所以说 持广大 最圣供养 虚空借境 众生借境 众生业境 众生烦恼境 我共 乃境 这边 也是一样的说 这样子的供养呢 什么时候才会 止尽呢 这个止尽的意思呢 基本上呢 也是圆满 这个尽呢 就是到尽头了 最后圆满的 那是什么时候呢 就是要等到整个虚空界 也都尽头了 然后众生借境也没有了 然后众生的所造的业也没有了 那众生的烦恼也没有了 那么这样子的供养才会停止 也就是圆满了 可是呢 这个虚空界乃至 烦恼不可禁锢 虚空界跟众生界 众生业 还有众生的烦恼 不可能是会 止尽的 所以呢 我此供养 亦无有尽 所以这个都是用 普贤菩萨呢 自己实践的 他的这个解脱法门 那这样子呢 他的这个广修供养的供养呢 就是都没有尽 所以在这个里面呢 那在广修供养里面呢 就是他的供养聚的供养 也无尽 然后呢 他的法供养也无尽 而且呢 在这个中间呢 也是念念相续 无有间断 生与异业 无有疲业 所以这个部分 就是 往修供养 是普贤菩萨 十大院里面的 第三院 那我们 再继续 看第四 第四大院 就是 忏悔业障 那 这个部分的经文呢 也就是 普贤菩萨呢 他也沉寂的上面的第三院 所以说 我富士善男子 言 灿除 业障者 菩萨 自念 我于过去 无始劫中 有贪生痴 法 身口意 作诸 恶业 无量 无边 若此 恶业 有体相者 尽虚空界 不能 容受 我今 稀以 清净三叶 骗于 法界 即 为成差 一切诸佛菩萨 仲前 诚心 忏悔 后不复照 横住 境界 一切功德 那这个部分 我们就是 看到 普贤菩萨的 十大院里面的 第四院 最主要的是在 忏悔业障 所以 这些的 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它是 从 礼尽诸佛 就是 能够知道 诸佛的尊贵 那能够生起 功绩心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 称赞如来 也就是了解 诸佛的 他所证悟的过程 所修的 所证的 所度化众生的 这些都是 累劫 长远修行的 功德 而起 这种 赞叹的心 然后第三呢 就是 广修供养 实际上呢 也就是 对佛的一个 恭敬心的 实际的行为 而且 要能够 如法修行 那第四呢 就是要 颤除 业障 也就是 知道说 我们自己 开始修的时候呢 我们才知道说 我们众生呢 过去累劫呢 实际上 不知道 有这个佛 也不知道 应该要修行 所以呢 我们过去 实际上 从身口一三业 都是在造业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才会知道说 那我们有这些负面的 那我们应该去 颤除 那一方面呢 就是我们 才能够真正的 能够修行的 这种过程呢 更加的顺利 那我们 这个单元呢 先 这个 到这个部分 那内容 我们还是等下一个单元 再继续来探讨 我们现在来一起 回向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徒 上报 四重恩 下祭三毒苦 若有见闻者 西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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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哦 狗狗好可爱哦 但是 没有主人的狗狗 希望有人爱 你可以选择 狗狗的品种 但是 不用选择的是 它们的中心 它们缺的是一个机会 在外面流浪的狗狗们 也渴望您的关怀 需要您的帮助 台湾救狗协会 邀您一起 扶持 救护 养护流浪狗 华博账号 5001-6766 5001-6766 护明 台湾救狗协会 佛教慈悲至夜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传授八观灾戒 即礼拜大悲灿法会 恭请广护法师 及法务指导僧众 共同领众 日期10月4日星期三 时间8点半 传授八观灾戒 13点半 礼拜大悲灿法会 地点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联络电话 03-989-9319 03-989-9319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医 共募福恩 佛教慈悲至夜基金会 台南分会 2023年正式开启 药师祈福灯 欢迎台南地区 大德为重病者 点一盏药师灯 尽请清零分会登记 不受理电话网络报名 联络电话 06-271-6616 06-271-6616 或06-271-6612 地点台南市永康区 永大陆二段345号 在佛教其实很强调 就是我们一人要成为佛 我们是要脱离 我们世界的任何的一个 就是会捆绑我们的元素 那是否在已经 就是烧金纸给亡灵的话 是否也是会跟佛教的 就是要脱离我们任何的 就是那个 就是我们的愿望 还有一些的 就是我们之人间 人间的烦恼 就是我们烧金纸给亡灵 是否会跟我们的佛教 想要脱离人间的烦恼 这件事情 是否会有充足的 我们刚刚有提到 人类的欲望无穷 那我们烧金纸给我们的祖先 就表示说 那我们的祖先 还是跟人类一样 依然有那个欲望 那这就是跟我们佛教 对 所以说我们佛教里面 就是刚刚师父也有提到 就是我们应该要消灭欲望 那就是所以烧金纸 跟我们佛教里面的 佛法里面 是不是冲突的 好 关于这个问题呢 佛教里面 没有绝对的不行 为什么呢 因为佛教是 转化的法门 转化 就像祖先觉得 他没吃饱 佛教就用 蒙山施石 这个法门 甚至有一些人 他有烧烟供 就是把食物做布施给祖先 这也可以啊 但是呢 我们不能一直停留在 我给祖先食物啊 我给祖先烧很多啊 这是不究竟的法门 所以我们说呢 佛教最重要的重点是 我透过蒙山施石 我透过做烟供 乃至于透过烧纸房子 烧纸钱 我一边烧的时候 一边要 念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观世音菩萨 甚至我可以 如果你有修慈心观的 南传佛教的 选勉 念泰国佛教的 你可以修慈悲心 那如果你是修密宗的佛教的 你可以念咒语 念佛的真言 这都可以 那呢 透过这样烧的仪式 我们是 让祖先觉得我得到了 他得到什么呢 他得到佛陀的加持 举例来说 我们小时候 我们都不敢吃药 所以呢 那个医生就会把药 装在糖果 有没有 胶囊糖果里面 你看起来像糖果 但是药在里面 或是说 我把药磨成粉 加一点糖 小朋友会觉得 我在吃糖粉 结果那里面有药啊 所以呢 金子 乃至于这些食物 乃至于这些香 这些拜拜的祭品也是一样 这是一个方便 佛教里面 没有排斥 绝对不可以 绝对不允许 这一些都是方便 我们透过烧金子 祖先很开心 然后跟他说 你要念佛 你要去极乐世界 你要放下你的执着 你要放下你的贪心 你要离开痛苦 那他就会觉得说 所以今天原来烧金子 我得到只有金子 但是呢 如果我今天又念佛 我去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 有很多的黄金 有无量无边的宝物 他就透过世间凡夫 看到的这个金子 而看到了 最后看到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 所以佛教没有排斥 你不可以做什么 而是你要转化它 烧金子 我要透过 我烧一张金子 念一句欧命佛佛 乃至于呢 我今天烧纸房子 希望众生都看到极乐世界 这个呢 在佛教里面有一本经 叫做华颜经 华颜经里面讲的就是 你要如何用心 善用之心 所以在华颜经里面讲 你看到草的时候 你要希望众生的善根 都像草一样 越长越茂盛 同样的啊 我们用这个道理套过去 我烧金子的时候 希望众生都能够看到 极乐世界 好多钱啊 好多黄金 这都是欧弥陀佛的功德啊 我烧纸房子给祖先的时候 希望大家看到极乐世界 哎哟 欧弥陀佛的功德 有这么多清静庄严的楼阁啊 这么多清静庄严的房子啊 所以佛教里面 这都是可以的 但是记得我们要透过修行去转化它 我们不是只有烧给它增加它的欲望 而是用这个方便 让它能够离开痛苦 得到究竟的快乐 去到极乐世界 万物流转 调教生命的罗盘 静在生命电视台